哈喽 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又轮到小丁来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Google Classroom 或者是这些电脑的 这些啊 小技巧啦 之前呢就有人问我 如果这个Google Form 我们设置错了答案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不可以改答案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改答案啊 OK 在我分享之前呢 别忘了点击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咯 OK 那么呢 下次呢 你们才会收到我新的video的通知 好了 我们开始吧 Alright 首先呢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Google Form啊 这个是我 我自己本身的这一个老师的 这一个Google Classroom OK 比方说这个Google Form 你们记住啊 这个Google Form名字叫 Testing123啊 OK 我们打开来看 Testing123 OK 好 Testing123 OK 1加1等于多少 OK 2嘛 正确答案是2哦 2加2加2等于6嘛 对不对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去这一个学生 啊 学生的这一个 这一个 Google Classroom 啊 来做这个 啊 来做这个 这个 assignment啊 OK 好 啊 你们 你们有看到吗 啊 我直接从这边按这个 啊 他就会开一个 新的Google Chrome 啊 进到一个新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学生的这一个页面哦 OK 要怎样子做到这一点呢 你们就要看回去 我之前的这一个 啊 video 啊 之前的视频哦 就是怎样子管理 你电脑里面的 email account OK 然后我们就打开Google Classroom 进入这个学生的Google Classroom OK 你们怎样 怎样子找你们来这边 i这边哦 就可以找到我之前的 之前的这个影片了啊 OK 好 刚才 啊 这个啊 你看到吗 我的名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 profile在这边 这是我的课室 OK 然后我给 我给这个学生功课了 OK 这个功课来 testing 1 2 3 OK 看到吗 test定义了三Google Form OK 我们去做这个Google Form啊 OK 1加1 OK 我写等于2啊 这等于6啊 OK 我们summit OK 我们viewscore OK 所以你看我两题都对 可是才对一半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我放错了 我放成1 所以是肯定是错的 所以我要怎样子改这一题呢 OK OK 现在呢 我们就回去我们老师的 profile 来这个学生呢 我们可以关注了 OK 我们回去回来老师的 profile啊 OK 这一边啊 OK 已经有一个人turn in 了 所以我们build assignment 我们import他的grade OK 好 你看到吗 10分 因为他他刚刚应该是对大王应该拿20分的 可是我因为我的答案设置错了 他是拿10分 所以呢 如果呢 如果呢 你们的啊 你们的这个家长呢 通知你们啊 你的答案设置错了 OK 造成这个分数 哦 有错误 要怎么办呢 哦 要怎么改叻 OK 所以呢 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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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你这个google drive啊 OK 要怎么改我们就去这个google drive 哦 怎样子去google drive 在这个google app这边按一下 哦 然后按这个drive 他就会打开一个新的这一个 Tab 这个视窗 OK 然后你们找这个 这个google form testing123 OK 怎样子很快速的找 找到你们从这边search这边找 你按 Testing123 好 Testing123是我 我自己的form啊 你们就按你们form的名字啦 所以呢 这个form你们要打 打给他一个名字 会比较好 OK Testing123 有吗 在这边看到吗 Testing123 OK 好 然后我们双点击哈 哦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做的google form 你自己做的google form 你才可以改 或者是你copy人家form 你可以改 如果你是 拿人家的那个view form 那个sharing 那个view form 来放在你的 放在你的自己的google classroom 你是不可以改的啊 OK 这个video呢 我之前有讲了 你们来 i这边上面 i这边找一下 找回之前那两个video OK 一个是呢 就是这样子copy人家form 另外一个是这样子share 人家form出去 啊不 share我们自己的form出去 OK好 所以怎样改叻 我们按一下 OK 刚才这题错嘛 对不对 1加1 答案应该是不是等于2 OK 我们我们换一下 然后我们按这个 answer key 哦 我们按answer key啊 OK 我们重新了哦 OK 我们按一下 然后我们按answer key 然后我们按 选择正确的答案 不正确 所以我们跟它 跟它洗掉 不是洗掉啦 就跟它按掉啦 就没有这个go 就是 就是把它去掉的意思啦 然后我们按done OK 按好了done呢 OK 它是自动储存啊 所以没有关系的 OK 我们看一下response OK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关注 OK 然后我们再回来这边 我们再回来这边 我们再按多一次 import grade 看分数会不会有改变 OK看到吗 啊 这个分数就不一样了 哦 它就变回20分了 OK 然后我们按return OK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我现在做这个视频呢 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 如果说你的这一个 你的这一个google form 你的答案设置错了 啊 你就回来这个drive这边 啊 回来这个drive这边 找你自己的google form 找你找回你这一个错的google form OK 然后再从里面 啊 再从里面这边 啊 你自己你自己的google form里面啊 改答案啊 就是说你自己设置的google form 或者是你copy make 人家make as make a copy给你 copy了他的google form 才可以改啊 啊 如果是view form link 是不可以改的啊 啊 从这边answer key这边改 OK 然后改了过后呢 我们在import分数那分数呢 就会自动update回去正确的答案的分数了 啊 所以是还可以 那分数是还可以再 啊 再import回的 调回的 OK 好了 小弟的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了啊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呢 觉得有用啊 你们可以帮我分享出去 然后呢 不要忘记了 点击subscribe 啊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呢 下次我有这个新的 啊 这个电脑小资讯呢 你们 你们哦 就会收到通知了 好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